所以我一直抱持一个良善的心 希望风气能够改变 黑函仿佛成了政坛险学 不止敌军视为头号大敌 来自蓝衣内部的攻击 也让麦菜狼相当心痛 他们不去打NBA可能真的太可惜了 因为你会发现助攻的助攻 空中传球的空中传球 然后空中接球灌篮的人就接力灌篮 每一个人配合的刚好就恰到好处 那么我强烈的怀疑 现阶段的确是有一个负面讯息的农场 刻意的在源源不绝的提供各式各样黑函的资讯 孙大千分析黑函军思路齐发 来自敌营的绿军自由开火 可以理解因误会而决裂的朋友 则积极挽留 至于非同根深的评论家 只要不是两套标准也一律尊重 但最让人痛心的攻击 却是来自本市同根深 相间何太极细出同源的蓝军 跟韩市长我们还是都是好朋友 政治本来就意思的 夸口永远的好朋友 却重新定义永远 保鲜骑不到一年的杨秋心 一样让韩粉大开眼界的 还有曾经帮韩国瑜写书 如今却翻脸的黄光琴 最可怕的东西就在这里 他不断的好像他掌握了某一些消息 你要么有证据要么有证人 就直接公布 我觉得这样最快 现在就是要总统初选的时候 不要做轻痛愁快的事情 党内初选 绝对不是要提供子弹给外面的人 来打我们自己的人 苏纳千口中的黑韩大军 组织性的攻击 包括对内轻痛愁快 更成为绿军的助攻手机 综合报道